潘先生的新房在杭州萧山区 滨江粤潮府小区 去年12月精装交付 118平米 问题出在两个卫生间的洗漱台 当时验房就发现 有没有跟对方提出来了 提出过的 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是天然的纹路 他说只能给你修复 天然纹路 但是他们又很矛盾嘛 就说来修复 我在想天然的还要修复什么 记者仔细查看了洗漱台的台面 材质是大理石 左侧这一条看着像裂纹 从前面一直延伸到台板下方 用手摸表面是光滑的 感觉不到明显的缝隙 再到主卧卫生间 洗漱台的台板上也有类似情况 潘先生说 发现问题后 他在群里问过其他业主 我觉得我随便叫谁来看 都说是裂的 一个是 不是说所有家都有这种 可能少数十几户可能 有这种情况 然后再一个就是 他们自己叫过来修复的人 也是说的 也是断了 潘先生提供了一段视频 说是有业主同意了开发商的修复方案 在相关人员修复大理石台面时 业主进行了拍摄 他这个原来可能是一个断裂 断裂呢 但是摸大理石已经把你摸过了 你知道吧 所以说他就不会影响使用 干嘛 就没办法 就怕他后面掉下来 掉下来 不会 因为他用云石胶磨牢了 对啊 对吧 一看见是结构磨过了 他已经变磨牢了 这个你说也云石胶已经磨过了 对 所以我说我把你下面这一点弄一下就好了 这个就得了 没必要去问他了 因为他已经是完全无狠接缝了 就是要求把这个更换掉就可以了 找到月朝府物业服务中心 物业经理出示了一份 来自开发商的投诉回复函 说是业主所描述的 卫生间洗脸台瓷砖裂缝 为食材天然门路 公司不存在 以次充好 拒绝业主合理诉求的行为 落款单位是杭州宾德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落款日期是4月7号 物业经理帮忙联系了开发商工程部 它不存在裂缝 它就是食材的天然花纹 这个我去现场也看过 那如果是天然花纹的话 业主有一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 还会出现后期修复 这些程序呢 没有给他后期修复 这一户是没有任何修复的 已经有人修复过了 其余的那些户 我不清楚 也不是 也没有 我没有逐户去了解过 那么我是说 关于这一户 8-804这一户业主的 我去现场 它两个卫生间的台面呢 我都去看过 那么都是天然的花纹 这个如果他有疑问的话 他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嘛 因为我们是 确认我这个食材 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不是天然纹路的 是怎么处理 那么我们更换了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